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角形的外星 三角形的外星指的是外接远的圆星 我们就称之为外星 Miss这里有一个三角形ABC 那么我们可以找得到一个远 它同时穿过这个三角形ABC的三个顶点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远 因为它在三角形的外部 而且刚好接到它三个顶点 因此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外接远 那么这个外接远的圆星 我们就把它叫做外星 这就是外接远的圆星叫做外星 外星有什么性质呢 外星它到三顶点的距离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星它到三顶点的距离会是一样 为什么一样很简单 因为这三段其实都是这一个外接远的半径 既然它是同一个远的半径 它当然三段都一样 假设这个外星 我们通常都会用英文字母O来表示 所以它外星到三顶点等距 事实上就是代表OA 会等于OB 会等于OC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都等外接远的半径小R 这就是外星的意义 那外星的做法怎么做呢 外星的做法 它是三边中垂线的焦点 就是这里有一个三角形ABC 我们把它三边的中垂线给画出来 比方讲这是BC的中垂线 所谓的中垂线呢 就是通过它的中点 而且跟这个边垂直的线 就叫做中垂线 那三边的中垂线都把它做出来 通过中点 而且垂直 这一边的中垂线做出来 通过中点而且垂直 这三条中垂线呢 会交于一个点 那么这一个点呢 事实上呢 就是三角形的外星 那么呢 我们通常用英文字母O 来表示这个外星 这就是外星的做法 它是三边中垂线的焦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 为什么三角形的外星 会是三边中垂线的焦点 那我们以前学过一个性质 叫中垂线性质 中垂线性质告诉我们 中垂线上任意点到两端点等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线段AB 那有一条线直线L穿过去 它垂直它 而且穿过它的中点 这个L就是它的中垂线 那么你在中垂线上面随便找一个点 它到两端点 它的距离也会一样长 你在上面随便找一个点 中垂线上随便找一个点 它到两端点的距离会一样长 这叫中垂线性质 好 有了这个中垂线性质 我们来看一下 外星 它是外接源的圆星 换句话说 外星要到三端点都等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AC的中垂线 那我们在上面随便找一个点 到两端点都会等距 换句话说 这个OA会等于OC OA会等于OC 一样的道理 这个O点 它也在这个线段BC的中垂线上 所以这个OC会等于OB 然后这个O点也在这个AB的中垂线上 所以OB又等于OA 所以你会发现这三段都会一样长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三边中垂线的焦点 所以为什么Y线会是中垂线的焦点 就是因为中垂线性质告诉我们 中垂线上任一点到两端点都去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出来一个点 它同时到这三个点去 那一定是三边中垂线的焦点 它才会符合这个性质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三角形外星的位置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个锐角三角形 有一个锐角三角形 我们把它的三边的中垂线给做出来 那你会发现 它三边的中垂线会交于一点 而且这一个点会在三角形的内部 所以我们就说锐角三角形的外星在三角形的内部 那么如果是一个锐角三角形 我们这里画一个锐角三角形 接着我们把它的三边中垂线给做出来 那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三边的中垂线交于一个点 这个点会落在三角形的外部 那么因此我们就说锐角三角形的外星 会落在三角形的外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直角三角形 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把它的三边中垂线做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三边中垂线会交于一个点 这个点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 它刚好在斜边的中点 直角三角形斜边的中点 所以我们讲说直角三角形的外星 会在斜边的中点 以上就是三角形外星位置的说明 锐角三角形的外星在三角形的内部 顿角三角形的外星在三角形的外部 直角三角形的外星在斜边的中点 当然直角三角形是最特别 需要特别记轻